靈魂的力量成就生活的美學 大家好 我是覺醒研究所的Nemo老師 終於來到我們2024年 為什麼要講終於 因為這兩年好像蠻難熬的 這能量狀態好像有點難熬 2024年上半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在我們2023年7月份開始的時候 我們走入一個超頻吊性的白烏詩年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年份 因為在上一個波幅是我們的磁性吊性的白烏詩年的時候 我們走入了一個靈魂揚聲的13年的年份 那在隔了4年之後的第5年 我們又走到了超頻吊性的白烏詩年 這個年份是讓我們表現自己 展現自己內在靈魂的神性的一個很好的年份 那當然講得這麼抽象 其實講白就是你的靈魂的神性 跟你靈魂的天賦轉換出來 我們人類聽得懂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那個創意 靈感 或者是你提專案的能力 這樣有沒有很務實 剛剛讓各位飛在天上 現在讓你很無捨之刀 所以在2024年的上半年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從我們2023年的7月26號 到我們2024年的7月24號 都是我們的這個能量區間 所以各位 如果你上半年混混噩噩的 就是2023年上半年混混噩噩的錯過了 沒關係 在2024年的上半年 你千萬不要錯過這股能量 所以廢話不多說 咱們要來開始跟大家分享我們的 上半年第一季 就1到3月的能量狀態是怎麼樣啊 首先第一個點是 在這個時候在今年 上個去年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話 我們很難轉換工作 很卡 沒辦法轉換 即便我感覺到不舒服 我還是覺得我沒辦法換 今年上半年的第一季 是一個非常很好的一個轉換 衝刺事業的一個好機會 如果你真的受夠去年的那種 狗屁倒招的工作的話 這是你一個換工作的非常好機會 那當然 這個是能量狀態上面 非常支援各位去換工作 那物理層面上面它也很支援 為什麼叫物理層面 因為有年終可以領啊 年終碾完口袋飽飽的 可以多休息個半個月慢慢找工作 不是讓你很開心嗎 所以找工作啊 換另外一半啊 或者是想要出去旅遊啊 想換一個生活環境啊搬家 這個時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在這個 第一季的能量狀態 那當然我會在旁邊 不知道這邊還是這邊 我也不曉得 就是我們會把這個 1到3月的那個瑪雅圖騰會列出來 那我現在跟各位講 是我統整這一整股的能量狀態 好那為什麼會跟各位講很適合換呢 因為主要是因為有 藍風暴跟黃人的能量 在我們1月份的能量會 所以整個大環境能量是這個 這兩股能量 那藍風暴本來就是去太舊換新斷舍離 黃人本來就在表現我們自己 所以換工作 最好的機會就是從去年的12月 25號開始的白風能量 走到一整個1月份的能量狀態 很適合換工作 那第二點是 跟人之間的溝通上面 你不要太心急 因為要好好的溝通彼此的觀念跟想法 當然這不是要你去隱忍喔 如果你發現難以溝通或許是 拆火或分手的好時間到了 那這個其實跟剛剛前面講一樣 就是延續了藍風暴跟黃人的能量 但是因為 黃人的能量當中他帶著很多就是我 跟人家溝通的時候我只想表達我自己的感受 可是他有時候會不去顧慮到別人的感受 所以各位如果你們有拆火分手的狀況的話 一定要顧慮到對方的感受 例如說 在離職的時候 你要跟人家做好那個30天前的那種離職的準備 你也要給僱主準備好 找下一個接替你的人嘛 分手的時候也要有一些小技巧啊 例如說不要在獨立空間分手 小心遇到那個恐怖情人啊 那 這比較恐怖啦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 例如說像有的人有一些分手的技巧就是 你要吃飽飯後再分手 為什麼 因為吃飽飯後之後血糖會升高 別人的心情就比較愉悅 那那個時候分手對方的那個反應 比較不會那麼大 就是你要顧慮好這些東西 好像有點不好 一直在教人家怎麼樣做一些分手啊 什麼不好的事情 那anyway因為 黃人本來就是會有很多 跟像我剛才講的藍風暴 會扯頭髮會互打巴掌的 黃人會互相吵架 如果是這種能量障礙的話 一定要好好的溝通 不要急 一次沒辦法溝通第二次第三次 但是這一股能量非常重要 是因為來到我們的二月份 一樣是紅舌跟白鏡子的能量 在我們一月的時候 你感覺到是不舒服 到二月如果你還是 感受到不舒服 可是你一直沒有做調整的話 你會感受到身體上面的不舒服 例如說 你可能會莫名其妙起失疹 紅疹 或者是你突然身體受傷了 或者是你突然覺得那邊腰痠 那邊背痛 或是突然救急復發什麼 其實那些東西有時候都是在 整個大環境能量在提醒你 該換了啦 這個不太適合你的啦 它在提醒你這件事情 所以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就是 到一月二月份的能量都很支援 要我們去做這件事情 那到第三點是 在第一季的時候 它會帶著這種斷捨離的能量 從物理實質上面的感受到 不舒服深化到我們的內心 若你感受到一種內心有一 就是 有那種一致性的那種堵塞的那種感覺的話 請你勇於做出決定 好 我相信各位你們一定會有 尤其像有一些圖騰什麼紅月圖騰啊 這種 如果你是這樣子的人的話 你一定會感覺 哎呦可是我真的很不知道怎麼去表達 我不喜歡些什麼什麼什麼東西耶 那 一月二月份就是一個你最好做判斷的時候 像我剛才講的 一月份你的內心會有感受 二月份你的外在物理條件會有感受 那種感受喔 二月份的感受甚至是你的 如果你真的想分手 另外一半你絕對被它摸到 你都覺得很噁心 你覺得跟它牽手 你都覺得你被弄髒了 你真的會有內心會有這樣的感受 如果你感受到 外在內心是一致的話 請你一定要 勇於的提出這個分手 因為等於是 對方的能量不符你啦 這家公司的能量也不符你啦 所以建議你 你一定要換工作 這個是第三點要給大家的建議 好那在約莫在三月中下旬的時候 將開始會迎來靈魂新篇章跟新的階段 大環境能量會非常支援我們去探索新的世界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做這個轉換 因為三月份的能量來到了藍喉黃種子跟紅地球 藍喉能量裡面它帶著很多 它來世界就是想要來玩玩樂這個世界 我要想要去體驗享受好玩的東西 可是如果你還卡在舊的能量前面的斷舌裡面有做的話 你會有一種我好想要從水底一樣游到水面上 可是我一直有一個牽球綁在我的腳上 我一直會被拖下去的那個感覺 會在我們身上 這個是第一點非常重要 那第二個後面是它還會有黃種子跟紅地球的能量 那黃種子的能量裡面有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是因為我們要重新學習跟適應一個新的人事物 所以各位也不要擔心 這股能量如果你能量狀態節奏走得好的話 下一份工作跟下一個曖昧對象來會有點像是 當然不到無縫接軌 可是你會很快會認識到一些可以新的曖昧對象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工作就會直接找你去面試 所以跟著自己的靈魂感覺走 如果你感覺到內心不舒服了 你感覺到你的外在也不舒服了 千萬不要有猶豫 馬上要去提分手 馬上要去提離職 因為你才跟得上那個能量 如果像我剛剛後面講的黃種子的學習能量 如果你沒跟上的話 你會覺得我總是落了一拍 我好像必須一直得去追趕一個什麼能量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會 如果說你有辦法順著 就像那個順水 順著水流 順著風在走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我走路也輕鬆了 然後我就跟著這個大能量環境 我也不用想太多 那當然 我要提醒各位 在三月底的時候有一個紅地球的能量 即便你再怎麼堅持 一二月的時候 該走的時候不走 該離職的時候不離職 該分手不分手 紅地球他也會來幫你把這個東西給收拾掉 所以呢 你一定會在紅地球的時候 因為 紅地球裡面帶著很多業力上面的拉扯跟牽引 所以在這個時候如果你沒有離開的話 你會感覺到人跟人之間的互相拉扯跟那個 牽動的那個感覺 那到時候你還是得必須得分手跟分開 可是在這個時候 因為能量狀態已經走掉了 所以你變成是要 逆風追行的 就是逆風去追能量的感覺 那你就會感覺到更多狗屁倒招的事情來到你身邊 所以呢 最好的就是在一二月感覺到不好的 搬家 分手 好的 那我們要來開始跟大家分享 四到七月 那當然我就把它制定在第二季的能量狀態囉 首先第一點是 靈魂的新篇章已經接續到我們的第二季的簽 前一段日子的那個斷舍離 雖然讓我們覺得非常的辛苦 但是宇宙會回應你 你的用心 然後會給你禮物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前面跟大家講 如果你在對的時間 分手啊 然後或者是離開那份工作 會很容易找到下一份就是因為宇宙會回應你 因為你走在對的能量上面 它會給你這樣子的支援 給到你身邊 的原因是因為 在四月份我們的能量裡面有走到了 白狗 跟藍葉 還有五月份的上半個月份走到黃戰士 這三股能量 都是一個因為我們愛自己 我們找到自己 藍葉是因為我們追取自己的靈魂想要的那個方向 黃戰士因為我追尋我的靈魂方向 我為了我的方向而往前衝 因為這三股能量聚集在一起 所以我們很容易在第二季的 一開始 就會有這種宇宙禮物的到來 所以那些該斷捨離的 不要覺得辛苦 因為在這個時候你就會開始有點像是 先苦後甘的感覺 在一開始在第二季的季出 就給大家這種振奮的感覺 有沒有 有沒有讓你覺得很開心 好那第二點就是到季中的時候 就是到第二季的中間段的時候 它還會迎來一些實際改變的一些好機會 或者是有機會遇到一些貴的 所以好好的玩耍在這波能量上面 然後不斷的往上走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在第一季的時候有跟大家講 你必須得盛著這一波能量 然後呢向順風而行 或者是順水這樣流的原因 就是因為跟這個有關 因為它延續到第二季都是這樣子的能量狀態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態呢 因為 後面 我們的黃戰士 後面還接到了紅月、白、風、藍、陰、還有黃、星星的能量 就要一路這樣一直這樣接下來 那當然 各位如果你們要真的注意的話 就是注意 5月17到29號的紅月能量 因為 在這個時候你內心還是會有一些顛簸 就是 雖然我的能量是這樣一直很順行的效率 可是你會發現 那一些能量走得不順的人 或者是被你分手 或者是你離開了公聖 你為什麼會離開那個地方 為什麼你會離開這個人 是因為 他身上的能量狀態可能不符你 或是他的能量狀態停滯了 那在紅月的能量狀態的時候呢 你就會感受到這一些人 他會回來 然後跟你擄 或是說你為什麼要說要跟我分手 或者是 你會看到他在網路上面發一些文章 哎呀我的前任 或者什麼之類 就是 你會感受到那個負面能量 又在跟你拉扯 但是 因為你是一台大卡車 就像是後面 有一個人稍微拉你一下 那個是沒關係的 只是說你可能會在這個時候 會感覺到 有點卡卡的不順 只是因為有人在拉扯你 可是 你的方向 你的計畫 你的進程 是完全不會變的 也建議各位 不要受到他們的影響 因為 都是已經過去的人事物了 過去了就過去了 不要被他們所拉扯跟影響 那在紅月的這個能量過後 就像我剛才講的 白風藍音跟黃欣欣這個能量 所以呢 我們剛才講到 就是5月30號到6月11號 其實他有一個白風的能量 所以 像我剛剛講的 在這個時候喔 為什麼我們很適合就是 成的這一波有貴人的能量 或者是有新的機會 是因為 當我們開始願意表達自己 然後呢 到後面的還有藍音的能量 我們表達自己 然後讓人家知道說 我的規劃 我的方向是什麼的時候 然後加上黃欣欣是展現自己 天賦的能量 這三股能量這樣走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身邊的貴人會看到 唉唷 你這小子還不錯啊 蠻厲害的喔 人家可能就想跟你合作 那你的機會也會因為這樣 然後你也有辦法 更容易的 清楚的去表達你的 那個感受跟想法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也會很容易發現 你的機會會很容易成功 這個是在我們 那個 在季中的時候會有機會遇到貴人的一個能量狀態 那接下來再下一點就是 這一整個能量 我要提醒大家 這一整個能量是從2023年年底的能量波開始推進演化 像我之前講的2023年的最後一季 從白世界巧一路這樣子 得到宇宙禮物到現在你有辦法展現自己 它是一股故事劇情般不斷的演進 可是各位你就知道 如果你的故事劇情在第一part就NG了 就或者是主角沒有到位 演員沒有到位 那最後怎麼樣 你就只能空等 那你一旦錯過這個空等的能量 你下一波可能又是四五年之後的事情了 所以 為什麼這時候講這麼嚴重 就是希望各位你們不要錯過這一股能量 如果你一直在從2023年的12月25號 開始到我現在講的這個季中 大概四五六月 應該說從整個上 2024的上半年 你如果一直感受到一種不舒服不對的能量 你千萬不要忽略 或者是假裝以為自己想太多 然後忽略掉這個不舒服的能量狀態 因為這個不舒服的能量 它只是在提醒你方向錯了 該調整的沒有調整了 如果你這個時候調整還來得及 只要在 雌性的白巫師的這一整個年份裡面去做調整 都還來得及 都還來得及 跟上這個能量狀態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這件事情 那最後一點就是 當然 除了這些工作之外 四月到七月的能量也協助我們 協助到伴侶 如果你是單身的話 別錯過這個好機會 從去年十月開始到現在 到十月十一月 十二月稍微有一些感情狀態 一二三月好像工作能量又比較多 還一直叫我分手 都沒有感情一直叫我分手 要跟各位講 四到七月的 就會有這個 遇到伴侶的機會 原因是因為 黃欣欣的能量很適合展現自己 蓬榮的能量 很容易遇到業力伴侶 那業力伴侶也不是不好的事情 因為我們彼此之間 有互相有羈絆啊 所以我們互相扶持嘛 當然 吵架但是難免嘛 有時候就是需要一些 多一點柴米油鹽 降助茶的感覺 欸不是喔 是酸甜苦辣 不是柴米油鹽啦 就是要多一點 那個酸甜苦辣 才會讓人家開心嘛對不對 所以 有感情總比沒有好 所以 我們最後 最後的那個 四到七月 其實是會有感情能量 那麼單身的各位 真的千萬不要錯過 那這個就是我們 2024年 上半年要給大家的一些建議啦 那 整一整個上半年喔 有非常多動的一些 動 動的能量 譬如說 像我剛才講的搬遷啊 換工作啊 然後 然後分手啊 可是又結合 然後新工作 新專案 就很多這些能量 所以 上半年是一個非常忙碌的一個 年份 但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各位你們一定要讓自己有意義的忙起來 因為這個 靈魂揚聲的能量是我們人生進程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轉折點也好 或者是一個重大的進程也好 都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因為一些沒辦法突破障礙而停滯不前的話 你可能會感覺到糾結或憂鬱或者是鬱悶的感覺 所以各位千萬把握好這個超頻尿性的 百五十年的這一個 二零二十年的上半年這個能量狀態 那如果說 你有不知道怎麼樣去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啦 或者是 下一步 呃 或者是靈魂到底適合的天賦到底是什麼 歡迎各位你們可以私訊我們 然後來跟我預約 個人的瑪雅立法的解盤 或者是你的 瑪雅立法的 那個 呃 流年的解盤 去看一下自己現在的能量狀態 適合些什麼 然後你在哪邊比較容易卡住 比較需要去做挑戰的 你的潛能在那裡 你要去把它找出來 當然也歡迎各位 歡迎你們 可以 訂閱 按下小鈴鐺 還有什麼 訂閱 按讚 還有 呵呵呵 類格了 總之就是訂閱就對了啦 不然你下次會看不到2024年下半年就這樣 感謝大家 謝謝